随着防汛创红形势向好,灾后恢复工作稳步推进,安徽省合肥市的农户和企业也开展生产自救,抓住时机抢收抢中,复工复产,努力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。 近日,记者来到合肥市肥西县花长镇现代农业示范区花卉种植基地,工人们正在进行装土、栽苗。 最了解,花卉种植户马兴金主要栽培的是石令花卉,7月18日夜里,花长镇遭遇入美以来最强降水。 马兴金的20亩花卉种植大棚被洪水淹没,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。 我这个就是水一大一泡,然后有很多都跟着水全部都冲走了,连盆带土,但是全部都没有了,没有被水冲远的,我还叫工人把它捞过来,捞过来有的东西该重新栽啊,或者该重新弄的就干。 通过那个就是种苗公司补定了一些苗,补定了有50多万颗苗。 灾情发生后,花长镇农迹人员深入农户查诚灾情,第一时间组织种植户,排水排涝,转移苗木,采取多项措施,指导种植户生产自救。 已经受损失的基础农业设施进行抢修,还受到水淹的一些产品进行抢救,然后能抢救过来的就抢救,不能抢救的要及时止损。 第二就是开展一些补救措施,选择一些生产周期短,然后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进行补种,然后尽量减少损失。 据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夏伦平介绍,截至8月3日17时,合肥市农业直接经济损失41.4亿元。 目前,合肥已推进抗灾救灾及灾后生产恢复建设,农作应改补种面积79.4万亩,以补改种面积27.56万亩,占需补改种面积34.7%。 目前,世界财政已先行预博5000万元补助资金,主要用于种植业,摄氏农业灾后恢复生产数据的改补种种子化肥等农资购置,畜牧业蓬摄修复,仿衣物质购置,鱼业种苗购置,摄氏修复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